哈喽,我是汪汪暖 我现在是在茶芒公路 今天早上跑了接近90公里了 距离蒙坎还有52公里 然后我在路上遇到一个骑自行车小哥哥 我们就聊火天吧 从茶芽到蒙坎这条路的话 我没有走过 小哥说他也没有走过 这个是去年刚度的 之前度都很难是吧 现在那边路很多都塌陷 就是,我一路过来的时候 塌风还是蛮多的 小哥你是哪里人啊 山西 你骑自行车是从哪里出发的呀 西宁 西宁到拉萨 西宁到云南 西宁到云南 那你怎么又会走 走这边来呢 这不正好吗 西宁我想成西安去了 你就直接从西宁那边走 拉曲然后走这边吗 玉树嘛 啊,玉树 走玉树 啊,长谷古道 我现在我那条路好像没有走过 我有点迷糊了 我不太清楚那条路了 那你也是沿途搭帐篷吗 我看你的装备还是挺多的 搭帐篷是 尽量的话 那你路上有没有搭过帐篷呢 搭了 六七四八 你出来多久了呀 一个月 就从西宁骑到这边一个月 多少公里啊 没说 这个又不赶时间 明天走哪算 那你现在是打算去哪里呀 到云南走一下 云南那个边界 边界线 现在很冷了耶 云南不冷啊 这边冷 这边马上快过去了 你不考虑现在因为马上过年了 你不考虑回家了吗 这不过年还早呢 不早了 早了 还有两个多月就过年了 在云南 不到一个月就到了 那你是辞职了还是 辞职吧 我就是 咋干了 进场我了 那我默默的问一下 今年你多大年纪吗 哎呦 这个还有位 嗯 就是想聊一聊 为什么就是会有这种想法呀 出来骑自行车又很辛苦吗 这边坡又多 骑着可累了 哦 自行车以后国内也少骑了 平价马路没意思 以后可能国内就徒步 国外以后 你还你还考虑以后去徒步啊 还要去国外骑行啊 国外本来今天去印度 然后结果以前 你早上骑自行车去印度吗 还是去印度啊 骑自行车去印度怎么走呀 从尼布尔 然后打算从 再从巴基斯坦 在喀拉克里公路 回西加 哎呦 想是想是美好的 但是应该 要花太快了 是啊是啊 因为疫情的缘故 那明年 明年是不是有计划说 如果说疫情 疫情控制住了 是不是明年有计划说 去一下国外 明年控制不住 哈哈哈哈 你太乐不来了 那我们 近两年都只能在国内玩玩了 对 我也打算说明年骑摩托车 去巴基斯坦的 小哥刚刚说一句 压马路太无聊了 我也觉得 走国道挺无聊的 其实可以去一下神风架 神风架里面 嗯 以后吧 因为现在还是 现在很多 雪山啊 哪里去 嗯 那祝你梦想早日实现哦 加油啊 这个很容易啊 很容易吗 太容易了 嗯 其实我身边站的是一位大神啊 刚刚我们聊天得知 小哥前年的时候 重穿了羌膛 一个人 一辆车 走了一个多月 在路上 他遇到了五次男 三次熊 而且都是近距离的 大概就隔一百多米 你当时不害怕吗 不害怕 不害怕 恐怕是我的话都吓死了 嗯 保持一颗敬畏之心就行 因为像无人去的话 他其他野生动物也很多 比如说土拔鼠啊 还有一些 嗯 蘸鳞羊啊 这些都可以供那些 比较凶猛的动物食用 所以他没有主动攻击人类 那你当时走羌膛的时候 推的是自行车 啊 带了一些什么东西啊 物资 不给 就吃的吧 主要是带什么 带吧 带多少钱带吧 那个他那种那个小龙那个带带子嘛 好像大白带 啊 大肥肠那种带子 够吗 够了 你一天吃几顿啊 主要是带吧 一天主要主要是早上一堆 啊 那瘦瘦瘦 你有没有算一下你出来瘦了多少斤 反正出来肯定是小黑的吧 嗯 很厉害啊 很牛逼啊 来 谢谢需要体力的 没有没有没有 你拿着呀 我有我也有 你这不多 有这 其他的还需要吗 不需要 其他的饼干之类的 其他的饼干之类的 什么困难的 小哥是一位爱探险的人 他喜欢去无人区里面 或者是说一些比较冒险的地方玩 当他从无人区快出来的时候 被慕名举报了罚款5000 无人区其实是很危险的 因为有一些你未知的危险存在里面 就我所知道的好几位 进入嵌唐无人区 进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的 所以咧再次咧也提醒大家 没有经验的人 不了解的人 没有凭着一腔热血 盲目的去闯什么无人区 知道吗 生命诚可贵 我们跟小哥聊了一个小时了 准备出发了 不过呀 出发了出发了啊 拜拜 一路顺风 有个平安